男人在海滩上忙忙碌碌寻宝藏 挖出一个铁盒还以为里面有什么宝贝 结果打开一看 里面竟是一具身体被扭曲了的尸体 警方来到现场被这一幕惊呆了 不知凶手是如何将一个成年人塞进如此狭小的空间 他们把尸体抠了出来 可还是僵硬的保持原有的姿势 警方只好对着尸体伸拉硬拽 他们发现死者的四肢和臀部都有不同程度的瘀伤 通过X光显示 他的全身没有任何的骨折和断裂 按理来说身体都被扭成麻花了 还被塞进狭小的箱子 骨骼多多少少都会受伤 除非他是一名杂技演员 本身就掌握这种技能 警方还在箱子上找到一根毛发 经过检验发现毛发是来自一头大象 这让警方更加确认死者是马戏团的杂技演员 他们拿着死者的照片来到马戏团 一位大叔含着泪说死者正是自己的儿子 昨天演出完后他就失踪了 一直联系不上 这时旁边走来一个穿红色衣服的演员 男人对着红衣演员大打出手 马戏团乱成一锅粥 当警方好容易将两人拉开 男人才告诉警察 他怀疑儿子的死可能跟红衣演员有关 因为儿子凭借出色的表演成为了马戏团一哥 小红早就心生嫉妒怀恨在心 不过小红却表示 他虽然对死者有嫉妒心理 可他是自己女儿的男朋友 那怎么会去杀害女儿的心爱之人呢 随后警方来到后台寻找线索 他们发现一辆手推车 轮胎里还嵌着沙子 这种沙子正是来自抛尸的沙滩 旁边还刚好有只大象 警方十分确信 后台就是案发的第一现场 他们从一个垃圾桶里找到死者的表演服 经过检测发现 上面还有两滴眼泪 手推车上还有一个指纹 调查后确认指纹是来自马戏团的训兽师 警方立即对训兽师进行了审问 训兽师说手推车只是用来运送表演道具的 任何人都可以使用 于是警方采集了他的掌纹和权硬 和尸体身上的瘀痕进行比对 果然不匹配 之后他们又检测出箱子上有一种红色的粉底液 马戏团演出的小丑 每天都会涂抹大量的红色粉底液 所以他被当成嫌疑人带到了审问室 警方拿出死者身上的伤痕照片 形状与小丑表演时所用到的手杖是一致的 小丑承认自己当天确实用手杖打过死者 因为死者弄翻了他表演时要用到的油漆 害得他差点丢了饭碗 于是他就联合其他人把死者绑了起来 殴打他来出气 但是自己并没有杀他 另一边一名警察检测出了死者衣服上的两滴眼泪 发现泪水竟是来自同一演员的女儿 也就是死者的女朋友 警方找到女孩 女孩哭着说出了实情 原来那天他看到男友坐在箱子里面一动不动 就以为他死了 女孩先是在一旁伤心的哭泣 然后突然想到自己就在尸体旁边 一定会被当成嫌疑人 他不想承担责任 经过再三考虑 女孩扔掉了男友的表演服 将箱子封锁后用手推车抛尸在海滩 但他不知道的是男友当时只是在给女孩表演缩骨弓的杂技 故意缩紧了30厘米的箱子 想给他一个惊喜 却被他无情的封锁在箱子里面窒息而亡 最终女孩以过失杀人的罪名被逮捕 不过女孩对男友抛尸抛得如此草率 究竟是不是真爱 不由得让人感到怀疑